城市内涝 景区关停 火车站被淹 桂林洪水冲上热搜 降雨量打破38个气象站纪录 黎江桂林水闻站更是出现148.88米的洪峰水位 超过1998年 黎江特大洪水 堪称30年盈遇 桂林的雨到底有多大 知名景点六匹马被全部淹没 杨硕黎江景区通知风行停漂 桂林火车站内积水慢着后车大厅 导致部分列车停运 有新娘乘船渡过深水处赶往棍林现场 除此以外 城内出现洪水倒灌 部分地区水深超过2米 洪水完全淹没街道旁的主树杆 水面到达临街门面高度的一半处 只能偶尔看到几辆轿车的车顶 截至19号下午6时 桂林市城区的40多处道路因积水中断 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出动59名官兵 携带冲锋舟 救生衣等救援工具 将1000多名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目前救援仍在持续 桂林的雨为什么这么大 此次桂林遭遇今年最强龙州水 龙州水又呈端午水 是我国华曼地区端午节前后的一种 大范围强降水现象 降雨范围广 持续时间长 累计雨量大 而且极端性强 桂林的雨还要下多久 气象部门预测6月19号晚开始 雨势解雇 20号至22号 贵北地区仍有中雨局地暴雨 贵南地区午后多阵性降雨 雨势减弱带来的是水位下降 截至20号下午2点 梨江桂林水门站最高水位已降低至146.99米 专家提示 虽然本轮强降雨过程趋雨结束 但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 仍需继续加强防范 将冬天水箱所担任 下降雨林水箱最高水位已降低至156.99米